大家好 又來到每日新聞簡報 我是B.Brenda 一名67歲的香港婦人 在今年2024年的7月初 同朋友去韓國濟州島旅遊期間 因為在韓正幕的操堂入面拍照 被當地刑事機關扣留 至今仍然未能回香港 事主的丈夫劉先生透露 被太太拍到的三個事主是韓國人 曾經要求折算大約9萬港幣和解金 但其後發現原來支付後 就不等於結束案件 懷疑自己受騙 那到底這件事是怎樣發生的呢? 現在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最後我亦會分享一下 為何韓國人這麼著重被人拍照這個問題 而在韓國當地 無論是旅行或生活 拍照時又有一件事必須要注意 立即開始今天的新聞簡報 正式開始之前 邀請大家like這條片 subscribe我的channel 亦都可以follow我的社交網站平台 包括Instagram 還有Facebook 亦都鼓勵各位可以留言給我 令我更進一步 有甚麼想我報到或報料的話 都可以告訴我 今天這宗新聞 亦都是全城關注的 因為我們平時都會喜歡去一下旅行 但去到外國的時候 人生路不熟 又或者當地一些規矩 我們不知道不刻意做錯了的話 後果都可以很嚴重的 就算你願意承擔責任 但對方都可能未必即時處理你的事件 劉先生就不滿今次的事件 已經接近三個月了 當地檢控部門 仍然未落案提高以解決事件 他強調 太太絕對是會負責任的 判她坐牢就坐牢 罰錢就罰錢 但就不是甚麼都在沒有 等等等 希望當地法院會盡快處理今次的事件 劉先生表示 太太當時是7月7日 和朋友一起跟團去韓國濟州旅行 當日晚上到訪韓晶幕時 太太曾經在操堂打卡 被人發現就報警處理 劉太和丈夫表示 當時只是想著和團友拍照 而入鏡的韓國女子 也只不過只有頭在照片裏面 不過這裡都要講一講 其實在第一輪的報道裏面 是講到入鏡的女子全部都是裸體的 去到最新這裏才說只有頭在照片裏面 到底誰說法才是正確呢 我想只有當時人才知道 事後劉太就被當地警方拘留了3天 也即是去到2024年7月10日才獲釋 雖然事後 她的護照已經拿回 但不准離境 要等檢察院決定是否起訴 這段期間就由當地旅行社 一位姓金的經理負責溝通 據悉 劉太雖然已經拿回證件 但就確實被禁止離境 發生了這麼大件事 劉山之後就向入境處求助 並且在當地的領事館轉介之下 就跟當地一個叫做華人之家的組織接合 對方在8月中的時候 跟劉太這麼說 當地檢察院經過協調之後 被拍攝到的3個事主要求和解金 一共是1500萬瓦 折合就是港幣18萬 但劉太表示自己沒那麼多錢 於是對方就同意減半 去到9萬港幣就可以和解 只不過劉山就表示 自己的積蓄不多 亦都不是富有人家 期間都要跟朋友借錢 甚至要向財務公司借貸 才賺夠9萬元 劉山幾經辛苦為太太籌夠錢 但匯款之前 太太就通知她 這個組織說這個不是和解金 而是協議金 支付之後不等於會結束案件 一樣要等上課 這樣都未夠 對方還跟劉太說 如果不給這個協議金 你等上庭的時間就要更加漫長 亦都可能要面對民事追討 聽到這裡 劉山劉太就懷疑自己受騙 於是拒絕支付 而駐韓國當地的中國領事館職員 知道這件事之後 就跟劉太這樣說 我了解的案例有人是選擇不和解 不交罰款選擇服刑 既然領事館解釋過有這種案例 而劉山劉太也都懷疑自己受騙 所以他們就決定不給和解金 誰知一等就是三個月 期間這件事的進展 可以說是毫無音訊 劉山表示 由太太出事至今 一直都要留在韓國 住在酒店 已經花費了5萬多港元 形容太太現在和被人軟禁沒有分別 除此之外 患有糖尿病的劉太 更加不能回香港覆診 兩夫婦都身心俱疲 更加慘的是 劉山表示 當傳媒報導事件之後 現在不論是旅行社 領事館和華人之家 都向他們取協議金 劉山說 自從事件發酵 不少網民都批評他不做事 他反駁自己 已經是為太太應援 一直有幫他 在香港亦都要處理家務事 每天只睡幾個小時 吃不安 睡不下 欲哭無淚 至於劉太 劉山說他一直都是扮堅強 其實現在是水逃不服 而且非常之不開心 更加不時在社交平台和朋友訴苦 形容自己人生好苦 剛才劉山都提到 他們中間同一個叫做華人之家的機構協商 到底華人之家是甚麼呢 我嘗試在上網找 完全找不到任何結果 唯一一個就是 這個Instagram和Facebook post 裡面寫著韓國華人之家 而文章裡面 跟他們WeChat的內容一樣 都是用簡體字 除此之外 就找不到其他資料 無論是機構的登記 又或者是正式的網站 都是完全欠服的 到底我眼前這個 又是否劉山、劉太 一直接欺負的華人之家呢 他們到底是否一個正式註冊的團體 還是真是一場騙案呢 說回劉太 面對牢獄之災 劉山就強調 他們是願意承擔和負責的 判他坐牢就坐牢 罰錢就罰錢 五年就五年 十年就十年 但都沒理由 甚麼都沒有在這裡等等 他們現時最希望 都是法院可以盡快處理 給一個實際的答覆他們 至於香港又有甚麼部門 可以為他們提供協助呢 入境處表示 在接獲當事人的求助之後 已經即時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工處 和中國駐濟州領事館了解情況 總領事館在接獲轉介之後 已經主動派員和當事人會悟了 包括陪同劉太 向有關的機構了解個案進度 亦都要求盡快處理個案 入境處會繼續跟劉太、公處、總領事館保持緊密聯繫 積極跟進事件 和按當事人的意願提供可行協助 大家無論是去旅行或是在香港的地方 都要知道無論是更衣室、一些洗澡的地方 又或者是洗手間、公眾浴室 都是不可以拍照的 這些都可以說是常識 因為大家都可能會見到別人的私人部位 但有些人可能會說 其實都是拍照而已 既然他不知道勸喻就可以了 何必要搞到這麼大件事 甚至要告上法庭呢? 那就要提到 在2018年 震撼韓國以至全球的N號房事件 在2018年 南韓曾經有人在通訊軟件Telegram 建立了多個聊天室 當中分享了不同等級的性虐、性侵影片 他們以多種方式誘騙少女 利用他們的資料來威脅 叫他們拍影片 而受害者更加被要求在身上黑字、食牌洩物 甚至將蟲放入性器官中 被當奴隸看待 在這個事件中 受害者高達74人 而當中年紀最小的更只得11歲 由於這個事件實在太猖獗和惡劣 所以南韓政府也高度重視 在2021年12月後就開始實施反N號房法案 目的就是加強對網上性罪犯的刑罰 希望可以有效防止非法內容傳播 而去到2024年的9月24日 南韓國會女性家庭委員會更加召開全體會議 新增針對利用性剝削影像 恐嚇和強迫小孩和青少年行為的處罰規定 所以由此可見 南韓現在對網絡、影像這方面的性暴力特別嚴謹 甚至我在找資料時 看到韓國人現在拍照有一個特別規定 我們如果去旅行時就要多加留意了 原來韓國針對偷拍的罪案 現在已經規定禁止在拍照時關閉相機的快門聲 防止在別人不知情的情況下 拍攝他人不當的照片、私密照片 即使在多人或擠逼的情況拍照 都最好先將相片入鏡的路人 他們的樣貌處理 才發布在社交平台 大家下次計劃出遊 就最好看清楚當地有沒有特別規則 如果有新規定 就記得要說聲給團友知 大家一起留意遵守 尤其是人人現在都有手提電話 如果我們在街上見到有趣的人同事 又真是好想好奇去拍攝他 不過如果是牽涉到別人的容貌 又或者是私人部位 就真的要格外小心 但是如果見到特別的自然現象 就不怕拍攝他 在今日 剛剛9月28日的中午12時半左右 有市民就拍到在紅磡對面的維港出現水龍卷 並且紛紛上載到社交平台 天文台就在下午的12時55分發出了特別天氣提示 至中午12時半左右 在維多利亞港附近有水龍卷的報告 同時說 預料有猛烈的震風吹襲香港 提醒市民如果在室外的話 就快點要去安全的地方躲避 在網上的片段所見 水龍卷疑似在紅磡的海明軒對開海面逐漸形成 最初海水是不停地打圈 之後越轉越快 更向上提升 水龍卷就好像一流輕黏 又海面直卷半空 惠惠奇觀 然後逐漸減短 最後消散 維持了大約1至2分鐘的時間 水龍卷風是來自雷雨雲伸展至地面的一團快速旋轉空氣 在水面上發生龍卷風的就叫做水龍卷 香港的確很少會見到這一類型的自然現象 不過大家都要聽天文台說 不要為了打卡特意出去 記得要注意安全 今集的節目就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頻道 給個like我 subscribe我的channel 也可以follow我的社交網站平台 包括Instagram Facebook 還可以留言給我 令我更進一步 下次的節目和直播再見 拜拜 緊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